蓝莓是一种美味又健康的水果 它富含维生素、果胶和抗氧化物质 可以提高免疫力、加速血液循环 还有抗衰老的功效 蓝莓原产于北美洲 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 成为人们喜爱的水果之一 但是你知道吗 蓝莓一年只开一次花 而且只接一次果 这是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了解蓝莓的生长周期 蓝莓属于灌木类植物 它的根系分布较浅 对土壤的酸碱度和有机质含量有较高的要求 一般来说 蓝莓喜欢酸性土壤 PH值在4-5之间 有机质含量在50克以上每千克土壤 如果土壤过于碱性或贫瘠 蓝莓就会缺铁或缺肥 影响生长和结果 蓝莓的开花期是在每年的2月份到4月份 在春季 蓝莓的花芽蒙动期之后3到4周 就到了剩花期 同时 叶芽也会生长到应有的长度 所以每当到了3-4月份的时候 就能看到蓝莓花盛开了 蓝莓的花为总状花絮 每个花絮上有10-20朵白色或粉红色的小花 每朵小花都有5片花瓣和10根熊蕊 雌雄铜珠 虽然雌雄铜珠 但是蓝莓并不容易自花兽粉 因为它们的雌雄器官成熟时间不同 熊蕊先于雌蕊成熟 并且雌雄器官相距较远 所以要想让蓝莓结出果实 就需要借助外力进行一花兽粉 这个外力通常就是蜜蜂或其他昆虫 如果没有足够的兽粉者或者天气不佳 那么蓝莓就会减产或不结果 兽粉成功后 小花就会凋谢 而花托上就会长出一个小小的绿色秋体 这就是未成熟的果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果实会逐渐变大 变软 变甜 变色 最终在6月份到8月份之间 它们就会成熟并呈现出深紫色或黑色 这时候 你就可以采摘下来享用了 那么 为什么蓝莓一年只开一次花呢 这其实和它们的生理特性有关 因为它们是一年生植物 也就是说 它们的花芽是在上一年的秋季形成的 然后在冬季休年 等到第二年的春季才开花 所以 它们一年只能开一次花 也就只能接一次果 如果想要让它们多接果 就需要通过人工控制温度 光照 水分等条件 模拟两个生长季节 但是 这样做的成本很高 而且对环境也不友好 所以 我们应该珍惜 每一次蓝莓的花期和果期 因为它们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 同时 我们也应该保护蓝莓的生长环境 让它们能够自然地开花结果 不受人莓的干扰和破坏 这样 我们才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蓝莓 也能让蓝莓与我们相伴更久